政治話題要帶您來見到南部城市場 想從對花蓮王變身為臺灣王嗎 說的是立法院國民黨團總召傅昆奇 今天率領一同附中參訪的立委 就在立法院召開了成果記者會 傅昆奇他強調說 國民黨的破冰之旅不只推動觀光 也降低了兩岸緊張氛圍 希望轉總統賴齊德和民進黨 也可以跟中國來交流 改善兩岸之間的關係 但是儘管中國宣布說 開放福建島馬祖旅遊等政策 但是也被外界質疑 這根本是不對等開放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傅昆奇 率團附中參訪順利落幕 儘管中共宣布捐給臺灣組合屋 剪禁文旦又開放福馬祖旅遊 但又持續派共進繞台 讓外界質疑指示表面會台 給國民黨小力小意 臺灣海峽就是下一個胡藥鋪 即將要開戰 我們會讓我們的孩子 為了民進黨在臺灣海峽入去 希望賴清德總統當選人 能夠勇敢地面對兩岸關係 必須要來改善 福困協議諮詢成果非常難得 也強調未來中國將啟動30個 主要城市航點對臺進行海空運直航 兩岸觀光是否真的已經逐漸破冰 但不對等的開放條件讓各界對中國的善意打上一個問號 尤其中方願向花蓮地震災區捐贈組合屋 還透露是復困期方面要求 遭民進黨立委之一是花蓮縣府與中國套好招 是不是花蓮縣政府早就超前部署 就先要求災民 你要先簽下 願意接受組合屋 縣府才會幫你做後續的災後補助相關工作 組合屋本來就是第一時間花蓮縣政府這邊依照地方的需求 這邊所停出來的評估 應對問題藍營不打算與綠營糾纏 但北京黨船總召科建民 雖然藍尾坊中是小丑團配合中國統戰 綠營立委洪生漢更批評傅崑奇 想當北京天朝分封的台灣王 現在有18個醜陋的國民黨立委 募偶爾管 那到底他們這一場復中之旅 從本質上大家都很清楚 這是早就密謀好 串通好的 人眼旁觀插著手看在野黨努力的時候 然後還在旁邊說三道四 到底傅崑奇和王滬寧的病門會談談的什麼表面上對台灣讓利 但要用什麼來交換恐怕還是得對外說明清楚 記得維廉 姜凱琳SNG小組採訪報導 我們下載 姜凱琳